我們叫做實力政治,就是鬥手刮硬 其實孫中山大家都知道,他在1924年的時候 名義上有自己的軍隊,黃埔軍校 之前的話,他做任何事都要記助於其他軍閥的軍隊 這件事貴系如是,去到後來月系陳舉名的時候都如是 那為什麼孫中山是要在河南這個地方落腳呢? 河南其實為什麼會拿出來說呢? 因為河南相比於,我們叫河北 那個時候比較少人用河北這個名字 通常都叫省城 相比於省城來說,其實是一個很荒蕪的地方 一直以來清朝中葉開始已經有人說想起一條 後來1933年的時候起到珠江橋,海珠橋 這個海珠橋的概念,清中葉的時候已經開始有人想起了 可以很高興的,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